近日,朴旭骏、崔宇直、朴炯直、金泰亨起剧综艺In The Soup有情旅行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。 其中,不得不提的是一对相识九年的好友党,朴旭骏1988年生,崔宇直1990年生。 虽然年纪不同,但两人同样都是在2011年出道,并经历了几年的无名时期,从小配角渐渐晋升主演的。 在2012年,朴旭骏和崔宇直和Sister成员多顺一起搭档拍摄Family。 当时,多顺曾大赞两位演员人超好,拍摄现场气氛融洽,而且当年就觉得朴旭骏和崔宇直一定会红。 透过Family认识彼此的朴旭骏和崔宇直,在拍摄结束之后,发展成为了至亲好友。 崔宇直曾在节目爆料,自己找朴旭骏六个月出道,拍摄时朴旭骏很害羞又紧张,连正眼都不敢看自己一眼。 是身为前辈的我主动接近朴旭骏,也开启了两人这一段神仙友谊。 而随着两人的演艺事业发展越来越好,在平时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,因此他们把客串对方聚集当作了一次聚会。 首先,崔宇直曾经客串朴旭骏金志源主演的韩剧《三流之路》,虽然戏份不多,但是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 而朴旭骏也在2019年特别出演电影《寄生虫》意外成为看点之一。 不过,朴旭骏曾在采访表示,出演《寄生虫》是凤君浩导演的邀请,并非完全是因为好友的关系。 朴旭骏和崔宇直认识九年,一路看着对方名气见增,但依旧维持着当年的初心和友谊。 朴旭骏曾说,和崔宇直经常见面,如果没什么事的话,一周大概会见四五次。 除了展现好友之间的琐碎日常,聊天中,崔宇直还提到了金多美。 前段时间,有网友目击到了金多美、崔宇直一起去看了金盛哲的舞台剧。 剧里,崔宇直和金盛哲饰演多年好友,没有想到,戏外、小熊和颜秀会一起去支持志雄的新作品。 感觉就像那年我们的番外小故事。 那年我们由魔女CP崔宇直经多美二搭主演,讲述曾经的全校第一与全校最后一名,因十年前高中拍摄的纪录片逆行爆红,让两人被迫再次站在镜头前的故事。 平淡写实的剧情,在他们自然松弛的演绎下展现的魅力十足,无论是暧昧、甜蜜还是遗憾、伤感都美得动人心弦。 而要追溯他们俩合作的渊源,是在2018年爆火的电影《魔女首部曲诞生》。 当时,经多美为了一场打戏能有爆发力和真实感,足足苦练了三个多月的体能。 为了没有违和感的表现,女主使用念力的场面,她会找些英雄电影来看,了解当中的动作是如何合理运用的。 为了很好地完成角色设定,她也会找一些相关的纪录片做参考,她的努力没有白费,因为剧子允这个角色,让经多美一跃成为当年横扫韩国各大电影奖的怪物新人。 而这部电影也是经多美和崔宇直的第一次合作,崔宇直在电影中饰演一直徘徊在经多美身边的神秘贵公子。 据韩媒报道,今年即将上映的《魔女二》中,观众或许仍能看到两位的短暂同框。 采访中,经多美自己说过,她不善言辞,而且容易害羞,但这位小姐姐却大方地对着媒体表示,还想再和崔宇直出演夫妻。 而搭档崔宇直也毫不含糊,直接对记者说,她最希望和经多美获得最佳情侣奖。 如此甜度的售后,也让观众们更是直呼,她俩应该原地结婚。 和经多美一样,崔宇直也是寒眼圈让人无法忽视的当红炸子鸡。 在《寄生虫》中,无论是明导凤君浩还是影帝宋康浩都对崔宇直的实力绝对认可。 不仅如此,崔宇直在寄生虫中还为大家奉献了一个彩蛋,那就是他演唱了片尾曲《一杯烧酒》。 值得一提的是,经多美的前任就是崔宇直的好友朴旭俊,在《李探院》class中有别于韩剧惯常的完美女一,经多美饰演的赵依瑞,梳着乍毛的挑染短发,眼神犀利,言谈爽快,是又萨又酷的霸气大姐大。 那个满身带刺但内心柔软的另类女孩,被经多美用四两拨千斤的演技完美呈现。 剧中,朴旭俊饰演的是不像邪恶妥协的直径型青年朴氏璐,两人在剧中大谈恋爱,上演一段浪漫的罗曼史。 期待经多美可以做客崔宇直、朴旭俊的新综艺啊!